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算是一個整理盤 但是這種整理 我們看台積電就好了 你看這個就知道 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這檔股票 這一天這兩天對不對 這兩天拉上去 這兩天拉上去 然後大盤 大盤是一個開 一個是收上引線 最後收盤是比較高的 一個是收盤比較低的 所以換句話說 昨天跟前天 都是在台積電這檔股票在表演 在保護著大盤 保護著 因為大盤 其實昨天是比較恐怖的 對不對 在保護大盤 那今天呢 我們今天看到 這大盤不是盤中有跌下來嗎 沒有跌很多啦 這個12000多點的指數 跌100點這個不算什麼 今天是有跌下來 是他跌下來 可是其他的股票 跌的不多 不是很多 不是特別多 所以其他的股票在保護台積電 非常明顯嘛 對不對 那我想今天禮拜四嘛 那就是目的是為了 昨天的台紙的結算 選擇權結算 還有就是從禮拜二拉高 有些已經提前部分 在禮拜二先結算 那昨天台紙結算 那今天沒有結算啊 那今天就 今天就放手 讓他稍微點一點下來 那台積電結點法人說明會 法人說明會 一定是在盤後的時候 才會講 因為是正常公司 一定是照規矩 所以台積電是在 也大概在兩點鐘啊 這個公司啊 這個法人說明會 開始放出消息出來 那放出消息出來 台積電的第二劑啊 這獲利啊 比預期中好一些 大概是毛利率啊 是已經飆到53% 這53代表什麼概念呢 其實毛利率53 代表說台積電的毛利 我們看這裡 現在這個是上一季的嘛 現在還沒跑出來 表示說53表示 109年的Q2 第二劑53 代表這個是比去年的Q2 43 還多了10個百分點 你說台積電有多厲害就有多厲害 那個毛利啊 毛利率啊 它關係到 它扣掉了營業成本之後 營業費用之後啊 它才會產生營業利益 那你想想看 毛利越高的公司 當然就是獲利會更高嘛 那表示台積電啊 它的一個制程 先進制程啊 一直在往前推進 而且已經是遠遠領先 把對手甩在後面 把三星跟這個 Intel把它甩在後面 那表示它的一個 5奈米的制程 7奈米的制程已經發揮了效果 要解我意思嗎 那基本上主要的業務 還是在7奈米 那先進制程代表是16奈米以上的 所以台積電啊 不得了 實在是你看喔 它第一劑就賺了4點多 因為它毛利一直上升上來 它並沒有受到 新冠肺炎的一個影響 你看啊 它毛利一直上來 那第二劑更高 53比第一劑更高 那賺了錢又比第一劑更高 所以你比較去年這些 這些數字都不錯啦 但是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那上半年已經獲利超過9塊錢 真的是很難想像 上半年賺9塊錢 去年是賺13塊錢 一整年對不對 那去年的上半年是賺這樣 4.94 那今年的 當然第一劑就已經快靠近了嘛 因為它毛利越來越高嘛 那這半年啊 半年爆就超過9塊錢 我幾乎是沒有到兩倍了 但是就是8成 已經超過這個8成 那你說台積電今年 要賺多少 你說台積電今年要賺多少 所以我說這個公司的經營態度 跟這個 整個文化是非常重要 當然在這個 新冠肺炎的這種襲擊之下 今年大部分 2020年大部分的公司 都會比去年衰退 大部分 不是說不是全部 有些會 有些還是很有本事 可是台積電 其實超乎預期 而且這個資本支出 又增加了10億 本來從150到160 現在增加160到170 那表示它要再度的擴散 它雖然這個華為的單子在 當然第二劑有一個特點 就是第二劑 它就是華為的集單 海獅的集單 華為不是有一個 海獅設計公司嗎 雞單 當然 就算未來掉了單 它還是可以從其他的 這些IC設計股 這些公司來補足 這沒有問題 我為什麼先講台積電 我要跟各位講台積電就表示說 明天台積電 基本上會比較不錯 但是跟其他股票 無關 你知道我意思嗎 沒有關係 我一定要先講 因為台積電好就是要說好 那表示說如果說明天指數會有一些抗跌效果 假設明天會有一些抗跌效果 完全是台積電 我們看一下指數期貨 1點半之後 1點半 這是1點半收盤 因為那時候這個可能記者已經開始有些已經透露出消息 因為已經收盤了嘛 到1點45分之間 還沒有到2點 那期貨指數就拉了大概四五十點上來 就1點半到 1點半是現貨收盤嘛 那期貨收盤是1點45分 那後來這邊是平的 我在解盤的時候是平的 表示這一段時間是反映台積電 反映台積電這個法人說明會 那我們看一下指數期貨 指數期貨今天的低點 今天一度被打 打得很厲害 一度跌了150年以上 指數期貨今天的低點是11931 這是近月份的 11931 這是連續月份的 它是跌破了這個地方 這幾天的一個低點 這幾天的低點 這幾天的低點 注意看 相對比較 那大盤是還沒有 這邊是12030 所以大盤今天最低是12107 所以只是這現貨比較強一點 那期貨本來就跑得比較快 所以期貨的一個 今天的灌壓力量比較大 但是它收盤的話沒有距離 沒有價差沒有那麼大 這個是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那指數會不會跌呢 我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現在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是一個分析師 你除非是每天都做多 反正一輩子做多 都不要天底下的事情都不要管 反正都是做多 靠運氣嘛 跌下來3000多點 你也是爆了嘛 永遠做多嘛 那漲上去3000多點也是做多嘛 反正一輩子都做多嘛 不然就是今天買5檔 明天今天買5檔賣5檔嘛 賣錯了以後又買5檔嘛 手上持股100檔嘛 這樣最好解釋啊 不用講大盤 每天講績效漲停板就好了嘛 跌了就不要講 這是大部分分析師的做法 可是他們就 沒有收視力啊 因為大家都看破手腳 這個題外話不想講 那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這個大盤 走到這個位置 我們有沒有辦法確定 它會再產生整理之後的順風口 完全沒有辦法確定 真的完全沒辦法確定 就好像是在這邊整理的時候 我還是跟各位講 因為你這裡在整理的時候 都是完全是美國在控盤的嘛 川普跟Fed在控盤 這邊整理的時候本來要倒了 結果呢 跌了兩天之後又硬扯上來 跌的這邊也是一樣 在整理這邊從4月底 整理到5月底 一個多月時間也是一樣 都是回撤上升的月金線 回撤月金線 附近左右 我們看美國股市比較準 都是月金線 月金線 跌破沒有關係 因為月金線只要往上走 而且扣底值只要扣底低值 比這邊還低 這個都是有效性的推進 這等於是多方式 多方式 多方式回撤上升月線 月線代表短線 季線代表中線 對不對 中多短多嘛 瞭解我意思嗎 這邊就是短空 中空嘛 那這個地方你看 你看跌了一天以後 禮拜 禮拜二跌一天以後 馬上推進 馬上扯上來 跌一天之後到月線 馬上扯上來 所以我說 不好分析是這樣 因為被控制住了 被控制 用人工在控制 所以我沒有辦法 分析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只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股票不可能永遠一直都漲 川普會讓指數 會讓股票都不跌 每次要跌下去就不跌 每次要跌下去就不跌 你看 納斯大克準備要跌了 換道琼工業指數漲 換草農產業股 跟金融股來漲一下 對不對 他們雖然沒有創歷史新高 他們還是維持一個多方式 沒有錯吧 每次要跌下去 就干預 每次要跌下去就干預 所以你沒辦法 就像中國大陸股市 最會干預的 中國大陸股市 他要讓它漲就讓它漲 譬如說這邊 在今年的一月份 這邊 台北股市不是也創下高點嗎 這邊也都沒有過去 對不對 人家在跌的時候 人家不漲的時候 他要拼命拉 人家在漲的時候要拼命打 現在目前來講 他就要把它扯上去 對不對 這都人工盤 這不用研究 因為 我們的指數不會跟中國大陸一樣 你放心 因為你沒有辦法應付那種政治盤 你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說今天是跟這個中國大陸股市走的話 那今天台北股市會跌很多 你要了解我意思嗎 就像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ETF就是跟這個走了 這個ETF今天就跌很多 是不是 富邦上正正二嘛 這個就跌很多 跌6-7% 這個就是跟中國大陸股市在走的嘛 可是台北股市會不會跟中國大陸股市走 絕對不會 保證不會 我們只會跟美國走 這是規定的 因為 外資就是美國人嘛 就是歐洲人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我要一天跟各位講這些 就是說 因為這個大盤回撤上升10日金線 還算是一個強勢 可是 它量越來越少 量越來越少是一個麻煩 大的量在這裡 價格有過去 但是量沒有帶上來 所以有背離的現象 那有背離的現象 當然就是因為 不是它背離喔 是其他的股票背離 它說還好 那明天來講的話 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解盤就是 你一定要先看台積電明天的處理方式 因為明天的 因為台積電法人說明會之後 ADR今天晚上他就會表態 在費城半島裡 掛牌那個ADR就表態 但是不是看這個 看這個不準 這個是自己國人在 我們自己台灣人自己在玩的 你要看 今天晚上美國台積電的ADR 因為 因為現在消息面解讀是叫正面 可是外資 也許他認為 有些外資可能認為利多出境也不一定 還是說他們早就一起到 這個都不一定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還是他ADR 那台北股市現在目前 在這邊震盪 那是不是要放空台積電 你放空台積電幹什麼 你是吃飽很硬的 我們說要放空股票 不是要放空台積電 台積電它能夠讓你賺多少錢 它雖然有漲有漲 但是它並不是最會漲 它都是每算一段時間 然後補漲一下 就像我們這邊也有做多台積電 到這邊賣掉 我記得那天賣掉是這裡 350應該是這一天 賣掉 賣掉又漲沒關係 我們這邊買290幾塊買的 這是事實 我跟各位報告過 但是我們要不要放空台積電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們沒有必要 我認為這個大盤 再漲有限沒有錯 可能會回撤 會類似像這樣 對不對 或是類似像這樣 可能也沒有這麼恐怖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盤漲到這裡 我覺得說還是一樣老話一句 我還是不建議買股票 真的還是不建議 那我下半節會談到 這個國安基金為什麼不退場 其實我今天在Telegram有講過 為什麼它不退場 我就想從昨天想到今天 我早上就有答案了 我就跟投資朋友講 為什麼國安基金不退場 但是很多人會在昨天就解讀說 國安基金不退場 是利多 覺得如果是投資朋友 你認為是利多 我不會罵你 真的 你比較單純 但是如果分析師說是利多 我認為他智商很低 不高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回到節目前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營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 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节目下 我跟各位谈到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设置的一个目的 当然就是复盘 那这一次是第七次复盘 从3月20号那天开始 对不对 第七次 那前面有六次 前面已经从西岩2000年到 这20年来的前面 已经有六次复盘 对不对 那第五次第六次非常漂亮 前面四次比较没什么经验 所以有利利落得 但是最后因为用凹的 凹到最后也没有赔钱 因为国家的钱就可以凹 凹好几年也没关系 那这一次第七次 一定是最漂亮的一次 但是赚最少钱的一次 我们看一下 国安基金是在3月19号 那时候发现崩盘了 美国救市也救不起来了 废德在3月份 也曾经两度降息 降了六码 一直QE一直撒钱 全世界都在救股市 那我们也顺势 我们国安基金也在3月19号 开始要准备要开会 那3月20号这天确定 所以国安基金的时间点 抓得完全是准确 非常漂亮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 国安基金复盘一定会成功 那时候就3月 3月19号 3月20号的时候 那国安基金最后 它复盘之后 它不是会跟你公告 它买了多少 那获利率多少 不是会公告 因为就是它跟人民报告 那昨天开会 当然就是跟人民报告 那报告出来是 国安基金说 他们大买了7.56亿 然后获利1.8亿 那我们这个数字 我们就有印象 这个数字在好几个月以前 就听过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结果 结果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国安基金 它在3月20号到3月31号 这段时间 就是到8523 一直到9700这里 这个是1000多点 国安基金总共买了7.56亿 那国安基金可以动用的资金 可以借款到 动用国家的钱 可以到5000亿 当然不可能用那么多钱 因为历史上以来 从来也没有这样过 它可以借款 也可以用国家的钱 这个提拨出来的钱 可以这样做的动作 那国安基金进场的理由 第八条规定 是当国际股市 或者是整个市场 产生了资金 国际资金产生了异常的移动 造成的资本市场失去 围及到国家安定 所以这个是国家安全问题 是国安问题 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国安基金就有理由进场 不管赢输都要进场 因为这个国家 授予它的一个权利 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进场 会围及到国家的安定 那是国安问题 你让股市完全无限量的下跌 会产生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国安基金 按照第八条规定 可以进场 那可以进场以后 有没有规定他买多少 没有 就是用委员会去决定 因为国家授钱给他们 结果他们总共买了7.56亿 到3月31号 那后来4月份 5月份6月份 就没有再买了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到6月底 到昨天开会以前 这边三个多月 国安基金就没有再买了 那你会讲说 国安基金怎么那么笨呢 怎么没有买呢 不是国安基金笨 因为国安基金设置的目的是 为了要复盘 它不是要扯股票 国安基金目的不是要跟你抢 抢钱 不是 国安基金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这是国家 那国安基金认为说 在涨的当中 它不需要再买 所以它就7.56亿一直包到现在 那为什么不退场呢 其实整个市场已经稳定了嘛 那应该要退场啊 因为设置的条例就规定是这样啊 如果稳定就要退场啊 因为还给市场嘛 因为国家就不需要干扰啊 那为什么国安基金不退场 那甚至有一些人奇奇怪怪的说 国安基金不退场 可能国安基金会有卖压 我刚刚不是讲说国安基金只有买7.56亿吗 如果国安基金不爽把股票丢出来 那三分钟就被收走了 7.56亿对市场来讲是小钱 我们一天成交量都2000多亿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国安基金没有退场 它不会形成卖压 因为它就没有买 它就没有买怎么会有卖压呢 那国安基金为什么不退场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国安基金为什么不退场 老师长有分析是说 国安基金不退场是利多 当然跟今天跌 跟国安基金有没有退场无关 我必须要跟你讲 我跟之前不会把行情扯在一起 国安基金没有退场 有分析师大部分 很多分析师说是利多 为什么是利多 它又没有买怎么利多 它四月份也没有买就会涨 五月份也没有买 它是中警人来物影去的中 它又没有动作 国安基金卖股票买股票 它不会跟你报告 那国安基金又没有买怎么是利多呢 国安基金四月份五月份 这指数还在相对低点 它都没有买的 那为什么不用买 因为按照机制 国安基金不需要买 因为在涨了 就不用互盘 干嘛互盘 四月五月六月都没买 除非跌下来 是不是 有诞书嘛 那国安基金为什么不退场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国安基金就是害怕 害怕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因为国安基金也知道 这一次的反弹是建议在资金面 是QE 不要说炒作啦 国安基金不会像我这么没水准说炒作 是建议在QE 用钱在砸 它不是建议在 像台积电这种基本面的升上 有些股票 不然为什么会一直跌停 不然是跌停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要跑这样 这种股票你要做吗 这个很奇怪 国安基金不要做这种股票 很奇怪 这种比较安全 国安基金知道 所以他们放在那边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如果指数没有跌 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 保证不会 因为它四月五月六月都没买 它现在怎么可能会买 它在等 等什么 不一定能够等到什么 它可以最好都不要进场 但是国安基金为什么不撤退 国安基金就是有在担心 但是他们不能说 不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因为这样讲出来大家会害怕 可是我可以讲 我是分析师我可以解读给你听 国安基金在担心 担心国际股市涨这么多之后 或有可能做中期性的回答 不要退场的时候刚刚好 因为他们钱多多 也才买七亿 如果跌下来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 保证进场 那我跟国安基金的概念是一样的 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么贵的时候买股票 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所以我想这是个人的感觉问题 有些人每天都要做股票 每天吵 每天想要没有股票就很难过 我不会的 我是觉得说 现在目前真的是太贵太贵太贵了 以上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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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